在11号破获了一起雨鞋大盗的案件 没想到延伸出案外案 原来他们追捕雨鞋大盗到了基隆 请求当地警方支援逮人 没想到抓到人之后呢 基隆巴督派出所警方 也以嫌犯在当地有多起案件 这样的理由不肯放人 三江里所长就率队到巴督要人 警察双方爆发了推击冲突 一度还坐视拔强 两边警察撕破脸 一度还拔强呛瞎 气氛紧张 电影韩战演出警察同袍间的冲突 台北市跟基隆市警方 竟也为了一个抢匪闹得不可开交 骑着偷来脏车 穿着白色雨鞋四处行抢 31岁装性嫌犯 被警方称作雨鞋大盗 他现在基隆三度偷车 抢了两个人 前天跨区跑到台北市 抢了一名老夫人包包 辖区三张里警方巡线 到巴独火车站逮人 请求基隆警方支援 事情却没想象中顺利 嫌犯在巴独火车站落后 三张里警方以安全游游 暂时留置在一旁的巴独派出所 北侠却这里目睹了 两边警方上演 抢人大战 三张里警方强调 人是他们抓的 应该由他们主办 巴独警方却呛瞎 他们也有案子要清查 不肯放人 双方爆发推击冲突 传出一度做事拔枪 最后还是两边分局长协调 才由三张里移送嫌犯 事情爆发后 双方警方低调否认 只说案子破了就好 但警察抢弓闹僵 仿佛台湾版韩战 真实上演 民众看在眼里 人民保姆形象 恐怕会被扣不少分 记得陈嘉明中央展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